大家好 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 这种冠状式喷漆 如果还有剩 没有喷完 该怎么办 这段将教大家一个妙招 隔绝空气 如果你没有使用过 冠状式喷漆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 使用说明 第一项 使用前将铁罐遥动30秒 里面的漆料 才能均匀混合 第二项 离被喷的目标物 要距离约30公分 第三项 采用少量多次喷法 这边建议大家 每隔30分钟 喷上 薄薄的一层 这样子的效果 比较好 将冠状式 和喷漆 遥动 30秒左右 大家看一下 这个 是使用 刷的方式 向左侧 向左侧这边 都有剥落的情形 这边有剥落的情形 所以说这次 我改用 罐状式 的 这种喷漆 来喷 先大略的 喷上薄薄的一层 记得 记得要离目标物 约 30公分的距离来喷 还有 要采用 少量多次的喷法 这边建议大家 每隔 30分钟 喷 一次 每次喷 薄薄的一层就好 你不要一次想喷到好 一次喷到好的 做法很浪费 而且效果很差 这边建议 大家采用 少量多次的喷法 每次约 间隔 30分钟 以上 喷上薄薄的一层就好 这样 让少量多次的喷法 效果 会非常的好 目标物 喷完了之后 喷漆还有剩下 不是合上盖子就好 因为 多多少少 还是会接触到空气 最主要 是这个喷嘴的部分 是不可以接触到任何空气 要不然 要不然里面的漆料 会硬化 会造成这个喷嘴去堵住 那该怎么办呢 首先你要准备 一些的 水电胶带 然后将水电胶带撕开 然后将水电胶带撕开 缠绕于 盖子与铁罐之间的缝隙 然后再用手 压一压 这样就可以完全的 隔绝空气 非常棒的方式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我使用了 很多年 其他 罐状式 的喷漆 我也有用水电胶带 将盖子 与铁罐之间的缝隙 缠绕 完全 封死 这样子 可以 完全的 隔离空气 隔好几个月之后 还可以拿出来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这边推荐给大家 YouTube下方的注解 有个订阅按钮 大家可以点击该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本频道 谢谢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教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